中国最大的购物网站淘宝网3号发布通知 表示从3月10号开始 禁止任何卖家在平台上提供境外出版物或代购 引发中国民众不满与抨击 淘宝禁止出售境外出版物的消息传开后 引发中国网友强烈抨击 有网友发帖说 思想禁锢和文化控制的细化升级 就是让老百姓面对是非 失去正常和理智的判断 愚民政策才能大行其道 党统思想便不会有其他杂音 江苏民主人士林金宝表示 中共对境外的出版物一直都是审查很严格 即使是出国购买亲自带入境 也是很难通过海关 还有网友痛批中共禁止境外出版物 是害怕人民接受国外自由民主的思想 动摇到他的统治 中共去年3月10号开始 实施新版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则 将网络出版物监管范围扩大 包括原创或改编的文字图片地图 游戏动漫音频和视频等数位化作品 以及官方认定的其他类型作品 新唐记者熊斌石一军采访报道